喂老板 好好好 我这个月保证完成任务 嗯 要是我再没有业绩的话 我就自己炒自己 哎呀 嗯 好再见老板 哎 要是这个月再没有业绩的话 我这化妆品都没有钱买了 就这衣服 我都穿了一个月了 都快臭了 不行 我得想办法找客户 哎 加油加油加油 找客户 我要加油加油你最强 加油加油你最棒 找客户找客户 客户是天 客户是地 客户是我们的天国户 找客户 喂你好 哎先生 我是一个富婆 我老公呢 现在没有办法生育 所以呢我们想重金求子 哈哈哈哈 喂喂 怎么挂了 哎 哎 现在这些人的防骗意识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啊 这个行业啊 越来越难干了 哎 对了 这个网上不是有那种攻心战略吗 只要把这个人的心给攻下来 那么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我得赶紧上网上查一查 第一步 要热情 建立一个好的电话沟通开头 哇 第二步 服务要到位 任何的业绩跟服务 挂钩百分之九十 没有服务 就没有业绩 第三步 要专业 一个订单的成交 一定要给对方展现出专业的技能 说不定 公务不可 站无不胜 行 挺好 继续打电话 喂 喂 疼疼 喂 你好先生 我是一个富婆 我现在呢 想寻求您的帮助 啥子啊 你说 啊 是这样的先生 我跟我老公结婚五六年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孩子 所以呢 我们现在想重金求子 哎呀 哎 那你打错电话了吧 这个活我干不了呀 我 我不好意思的 哎先生 嗯 你听我说 我们这个是付钱的 呀呼 付钱 怎么付钱啊 市场之后 我们会给你一百万 哇 一百万 你们是骗子吧 哎呀 我们不是骗子啊先生 我是诚心诚意的 嘿嘿嘿嘿嘿 我跟我老公结婚这么多年了 一直都没有孩子 我们生活上是很和谐的 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孩子 我老公呢是做房地产的 现在资金有上千万呢 你说再怎么样 我们也得有个继承人吧 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你放心先生 我们会对你的隐私呢 呃绝对保密 而且都是现金的 哦这样啊 那那你计划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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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付钱 啊这个事情呢 首先我们会给你十万块钱当做定金 然后市场以后再付你一百万 哎那你许我做什么呀 需要你去体检先生 体检 体检花钱不 体检的费用都由我们来出 你放心先生 呃但是呢 但是但是但是什么 我跟我老公都是有身份的人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不想让外人知道 更不能让媒体知道 所以这个事情需要你给我们保密 这个保密的前提就是 你需要给我们支付一些保证金 你不要我去 保保保保证金那那那得多少钱 保证金不多 十万块钱 啊 哎呀妈这这这这也太多了吧这 嗯 哎 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这你把这个保证金啊 从你给我那一杯碗里头 口出怎么样 哟哟 不是先生这个保证金是保证金 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事情给定下来 你觉得呢 我定你个鬼祟啊 老子现在吃饭都吃不上了 前天和西北方万金一大十万五千 我告诉你这个套路十八年前就出现了 十八年前老子就已经上过道了 要不然的话 老子那现在停车在家里总机嘛 你个撕骗子滚蛋 骗子 哎 哎 又失败了 我感觉我刚才的沟通 挺专业的呀 看来我还真不适合这个行业 骗子 喂老板 我要炒你鱿鱼 哈哈哈哈 骗子 骗子 骗子